官司就說台電呢 將會在電價審議會提出 有補貼跟沒補貼的兩套版本 如果到時候就牽引的補貼 沒有到位的話 那到時候電價可是要調漲13% 那這樣台電的財務 才能夠到達平衡 好 那麼隔魁卓翁他也說呢 哎呀 民生用電呢 其實都是我們給大家 是低於台電的發電成本的 可是政府還是會想盡辦法 讓我們的民生用電可以平穩的 希望不要增加大家的負擔 希望而已 沒有保證哦 不過中央大學的教授梁啟元 就算給大家聽 台電公布的成本分析 核電的發電一度電還不到1.1塊啊 燃氣是3.11 光電無塊 風電就要7塊錢了 可是為什麼明年還可能虧損擴大呢 因為明年核三的二號機也要除疫了 2025年虧損恐怕可是達到1200億元呢 而2026年會進一步攀升到1300億 那不是年年都要來撥補 年年沒撥補就要漲電價嗎 如果說國際油價上漲的話 那台電的虧損還會再增加呀 好 賴石堡委員就說了 漲電價就恐嚇百姓 台電不只今年追加千億撥補 明年不也是千億撥補嗎 那政府說撥補不過電價就還要漲 然後明年還要再編1300億來買綠電 怎麼不先檢討一下荒謬的能源政策呢 電價屢屢調漲是事實 漲電價確實是民進黨政府漲的也是事實 民眾不堪電費的壓力 現在連個抱怨政府POPO文章 講兩句嘴一下的言論自由都沒有了嗎 電價上漲的根本癥結不就是能源政策錯誤嗎 那民進黨執政之下 難道現在已經完全沒有討論的空間了嗎 立文怎麼看 而且電價還要繼續漲啊 今年已經漲了 大家吃不消了 11% 那個漲幅是很大的 而且只要電價漲就會萬物其漲 所有的民生用電全部 民生的這個所有的消費 全部通通會萬物其漲 而且不會只漲這個 因為台電原則上 基本上理論上是破產的 為什麼 因為核四廢啦 光是一個核四三千億就有人間蒸發 然後再加上你要用這麼貴的電 而烏戰爭還在繼續打呢 哪來便宜的電呢 哪來便宜的能源呢 所以只會未來繼續的漲 那老百姓叫苦連天啊 連叫苦都不能叫啊 拜託 現在是連批評都不能批評啊 現在是連喊痛都不能喊痛啊 所以呢 被漲電價了萬物其漲日子過不下去了 還要說賴清德是神嗎 那民進黨不可能解決政策的啊 因為這是他們的神主牌啊 所以現在連百姓喊疼的權力都沒有了 這跟地皮流氓 黑幫有什麼不一樣 不但要你收保護費 這麼貴的保護費 店家都已經活不下去了 還不能夠抱怨 因為如果抱怨的話 馬上就有打手來魚肉相鳴 恐嚇各種花招擺出 讓你必須今生不渝 這民進黨就等於是黑幫治國 流氓地皮治國啊 老百姓太可憐了吧 以前蔡英文還裝一裝對不對 謙卑 謙卑 再謙卑 如果不爽的話可以大聲講給政府聽 政府如果聽不進去的話還可以拍桌 那以前蔡英文還騙騙我們 後來呢 現在連騙也不騙 演也不演啊 你還真的以為我們政府要謙卑啊 你還真的以為你可以拍桌啊 你連破臉書的權力都沒有 我都讓網軍出征你 讓你活不下去 讓你電開不下去 看以後還膽不敢 這就是賴清德你的德政嘛 這就是你賴清德的執政 然後呢 南部百姓更不要講了 南部百姓只有俯首稱臣 高呼萬歲 永遠 死中的力挺民進黨的份 怎麼可以跑出來嫌棄綠色 他還沒有講哪個黨哪個民呢 什麼通通不敢指名道姓 也只能非常隱晦的說了一個綠色兩個字而已 不喜歡綠色都不行啊 現在是連不喜歡綠色都不行了 以後戴綠帽子也不能嫌噁心了 對不對 要開心 對不對 因為是綠色的 好 不過電價這麼貴 民眾胡哈哈發文抱怨個兩句嘛 馬上被網軍給修理了 但反觀我們的官員呢 在黨立委就發現了 行政院長的官邸 今年6月到8月的用電是2萬度 電費超過15萬元 痛批官邸在幹嘛 您但是在挖比特幣嗎 網友也質疑了 2萬度的用電量其實已經是一個 詐騙集團 集房的等級了 卓奎他就澄清說了 他每週在官邸只待兩天 他的家人也沒有去用官邸 質疑說這用電數據是有異常吧 可是我們的隔魁官邸 在2017年的時候就曾經花了1000多萬 來實施了空調跟屋頂隔熱的改善工程 台電也不可能讓我們的最高行政首長 家裡面的用電網路有問題吧 那過去經濟部長不是要求民眾要節電 少吹冷氣嗎 那請問高官家的電費到底憑什麼 可以比小老百姓家高出個70倍呢 薯惠怎麼看 我今天看到那個兩個月就是一期嘛 15萬的時候我有點嚇到 我不知道那個度數到底是多少度 才會到15萬算一算應該將近5萬度吧 將近5 6萬度吧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到底要拿什麼來比你 因為我們一般家裡怎麼樣用 都不會用到這個度數 於是我就拿這個台北市政府下面的機關來比 因為我們現在也在省去年的決算 我就拿了我們內湖國小 拿一個國小來比大家會覺得有點誇張吧 你拿一個學校來比我們行政院長的官邸 官邸也就是要晚上回去住的地方 我告訴大家內湖國小 師生加起來有1600多個 但我一比一下我發現一點都不誇張 內湖國小一期就是兩個月的電費 也不過才30幾萬 我們行政院長他官邸 他住的地方一期15萬 人家是1000多個人 然後從早到晚每一個班都要上課 然後這個電燈要打開 還有上課可能夏季很熱要開冷氣 人家也不過30幾萬 然後你行政院長白天應該在上班 官邸裡面應該沒有人 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你也會要5萬多度 要到15萬 這是一個很驚人很難以想像的數目 這讓我想到民進黨的官員是不是都很怕熱啊 十幾年前陳菊在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有一次颱風來不是被抓到他在官邸裡面 結果監察院對這個進行調查的時候 案外案居然調查到說 哇 他兩個月的電費也11萬多 大家知道這個2011年 對2011年13年前 那時候每一度的電費也才2塊多 你要搞到11萬多 那也是要搞個4、5萬度 一個高雄市長的官邸的規模是小的 跟行政院長比 隨乎也不應該住在你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你也可以搞出4、5萬度 現在行政院長又搞出一個4、5萬度 一個4、5萬度的概念到底是怎麼樣 我想你我都很難想像 因為我們都是家庭用電 但我就會想到就是 民進黨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眼以律人寬以待機 我記得之前在講這個限電的危機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部長怎麼告訴我們 哎呀 我覺得啊 30坪的小家庭兩台冷氣就夠了 也就是說家人全部都擠在一個地方睡覺 客廳一台 然後一個房間一台 所以家人要嘛就一起在客廳 要嘛就全家人擠在一個房間睡覺 他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我們當時就覺得很荒謬 就去問啊 哎 那你這個王美花家裡這麼大豪宅有幾台冷氣啊 你經濟部部長辦公室多大有幾台冷氣啊 但我們沒有得到答案 可是我們今天終於知道了 我們行政院長的官邸的冷氣 大概是我們小老百姓四個月的薪水